教会你几种简单的蝴蝶画法 用到手杖上超级美哦 首先用干净比较纯的 黄色给整个蝴蝶简单 平补成颜色 笔上颜色水分要饱满一点 接色速度要快一点 因为是干化干底衔接颜色 第一层颜色会干得很快 接色慢了 两个颜色容易有明显的生硬边界线 会衔接不自然 并且会有水质水痕出现哦 在及时称底色湿润的同时 利用湿叠技法 往蝴蝶中间暗部湿叠一些深层色 颜色会炸得很开会扩散到量部区域了 教的这么仔细 点赞和社长我总能拥有一个吧 谢谢 用深中色称湿把蝴蝶边边轮廓 这些最深的颜色 以点染的技法加深出来 让整个蝴蝶有一些深浅颜色变化 蝴蝶也会看起来更加丰富了 身体也是用深中色加深 注意身体上面胖一点 下面比较细 这个时候可以刻画细节 用勾线笔 把这些细节纹路轻轻的勾明确一点 勾线要果断干脆哦 更快速 如果画慢了手容易抖动不流畅 最后用淡淡的紫纹黑色往底部 左右边缘加一些投影 蝴蝶就更加有立体感了 再把处区加上 再用白色给纹路加一些高光 往左右深色区域撒一些白点 点着画面就完成了